您住的地方订了吗 我不在这儿住 明天北京呢 早上我还有会 赶早餐机飞回去 还回北京啊 吃得差不多了 回去吧 李总 有话说 谢谢您 好好照顾母亲啊 再见 再见 师父 等我一下 您吃辣东西了吗 辣了几句话 那您坐 您该知道 您应该知道 这么晚我特地过来看您是代表什么 但我要先秀明一下 首先呢 我离婚了 目前处于单身状态 其次呢 离婚之后 我确实是找过女朋友 但是都好聚好散 我活了四十多岁 我看过很多 亲身也经历很多 其实我早就明白 很多事情要随缘 可唯独你 我很努力地尝试着去抗拒 但我却放不下了 谢谢 龙佳 那天你是知道 我是在楼道里面对吗 所以才唱了首歌给我听 那天其实是投资方的代表 来给我施压 告诉我说 如果再不开工的话 他们要撤资了 可是如果开工的话 就意味着我跟莫大海的博弈呢 两败俱伤 我输了理想 莫大海输了时间 而撤资呢 那就意味着满盘结束 离名大厦 就会变成一栋烂尾楼 这么严重吗 对 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这么严重 你知道那天 我为什么会在楼梯间吗 因为我发觉我站在窗前的时候 我有非常强烈的不安 我想躲起来 我害怕了 所以我把自己关在一个密闭空间 至暗时刻 是你的歌声 给了我巨大的抚位 我那天听见您在叹气 我就想让您放松一点 你做到了 你手机微弱的灯光呢 就像是给黑暗捅了一个窟窿 露出了光 光总是在黑暗的另一面对吗 所以 所以我放不下你 明里暗里 你拒绝了我很多次 你天生傲骨 我很欣赏你这一点 再有就是 每次我看到你笑的时候 觉得特别有感染的 觉得很温暖 其实人是需要被俘虏的人 你看啊 你只是随便地 就那么变了一个魔术 三次那个B 全都是正面 我知道这是套路 可我当时看得很高兴 我享受其中 而且这三次都是正面 其实给我心里边 非常非常强烈的心理暗示 让我有足够的胆量 可以在这种糟糕的状况下 去国外 去找新的投资人 看有没有可能大家再合作 李总 李总 我 听我把话说完了 我知道 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理由 说服你自己不要跟我在一起 但我想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或许是 你会顾虑我们真在一起了 最后没有结果 那是不是很不值得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可你要想一想 我 我的时间也是不可逆的 对于一个 似是不惑的男人来说 我的时间成本 他的宝贵 并不亚于你的青春 所以李木家 拜托你 考虑我 万一 明天 差不多